大家好我是許雲雄 今天是2月23號 給你拜託 昨天美股還是有下跌 這幾天都是在這個消息面 在這邊圍繞著還是二污危機的一些問題 好那我們台北股市今天 漲86點 那盤中今天盤中一度有漲到139點 一百三十多點漲了很多 那今天整個盤面上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分類指數這邊可以看到 最強勢的地方 運輸股 昨天是鋼鐵 鋼鐵一天就又不動了 又沒噴噹 現在盤面上目前為止 最強勁的地方就是運輸股 那今天當然 因航運股來看的話 那 可以看到他們不管是天上飛的 航空還是水上走的 還是陸地 都有表現 都無 只是 那當然比較整齊的地方就是航空 那邊比較整齊 還有今天還有 還有一樣就是散裝 散裝 現在目前為止 在BDI 不過DI指數連續上漲三天 連續漲了三天 好 那目前為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成交值比重 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點不太準 那這個應該是在 那應該是在29% 29% 運輸股今天是成交比重 運輸 航運股今天比重是成交比重有29% 29% 那今天我們成交量是大概是2600多億 那這樣29%推算過去的話就是 今天大概成交 成交值大概在 航運股的成交值 29%就差不多是750 750億 那我那邊電腦看到是752億 今天 航運股成交比重 750億 那非常非常多了 那今天 今天的電子股成交比重52% 52%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 我有跟大家說到 那資金都是從電子 從電子股 然後 挪到哪裡 最近可以看到 都是從電子股 那這些電子股 這裡這裡這裡 從這裡開始 我點足夠 那資金有挪向到 運輸股 航運股 好 那目前為止 還有 以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 電子股來說的話 會有比較大壓力的地方 我有跟大家講到說 像 這個法人都知道 那其實昨天 昨天 昨天的電子盤 電子盤昨天是有 昨天是有破敵 電子盤有 納斯達克電子盤有破敵 那他的現貨 現貨納斯達克 是沒有破敵 電子盤 因為 期貨盤 期貨是有 期貨盤 期貨是有 有跌破 破敵 好 那當然昨天在 他們在下午的時候 那美國 這美國 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又 一下子要制裁 制裁完 給了壓力之後 那給俄羅斯壓力之後 再接下來就還是給一些 善意 就什麼善意呢 就是說 還要再尋求外交 來 來做解決 那 這是一個善意 那在我們的下午盤 昨天的下午盤 在電子 那納斯達克就翻紅了 那本來盤中是跌了大概2.5% 那可以拉到翻紅 可以拉到翻紅 那這是納斯達克 那昨天納斯達克還是下跌126點 港版國是漏 那 跌最重的 有漏那麼多的地方 是在 他們的稻窮 稻窮昨天跌了482點 稻窮 那也接近了 快要破底了 就要破底了 好來 我們再看 這是廢城半逃底 其實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美國股市外公 那這一波 目前為止 還是我們台北股市 還是 比較強勁 比較強勁 你可以看到 投信 幾乎年16買 投信 那持續一直在買 今天投信還是買 今天投信還是還有買20億 但是 但是 今天的外資 給你的外資 今天漲86點 外資 賣超 賣超 賣超有121億 還是賣超滿重的 那主要還是在電子股 為什麼 我就跟大家有說到 就是這個問題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幾乎應該還是有 還會來破底 我認為還會來破底 那破底看看能不能在 破底之後再往上翻揚 再往上翻揚 好 那如果他破底沒有往上翻揚的話 我們台股就會收到很大壓力 哪些股 哪些類股會比較大壓力 當然是在電子股 電子股 當然要盡量避開 盡量 盡量避開 盡量避開 這是我所擔心的 阿蘭 他們如果有反對的話 那我們台股的話 也可能會再繼續強勢再往上攻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說你要去做空 說實在很難賺 探不到 做多也不好賺 但是還是有機會 做一些短線上來做一些價差 低階搶價差上來操作 還是有一些機會 當然多空現在你要去做空的話 坦白說也沒什麼意見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你在接下來公司你要做空 真的以目前來我們所推算的話 你就算有機會可以空 但是問題你沒有卷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操作 我也知道說要去 我也知道來做空 那我之前有說到說 那我們可能會同時會有多單 還有空單都會有 但是空單不容易做 除非說我們 請會員去做 像做一些買空單就是要 如果要做空單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一些期貨 各股期 不然的話 你如果說做空單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又已經快要到3月了 今天2月23了 已經快要到3月份了 接下來的話4月份又開始又要股 那股東股東會的前1個月 在前4個交易 5個交易日 要做什麼動作 要做 要做龍券回補 龍券回補 你看 他在3月份的話 很容易會被擴空 會被擴空 所以操作上還是要做一些策略思考 策略思考 不是說不做 不是說不做 那我們如果 真的 公實在講 你要做空的話 真的有時候沒有券 真的不好買 那個券圓真的很少 好 那這期 額外話 好 那目前為止 今天強弱勢的一些族群 就在航空 在運輸股 運輸裡面又所指的 又是有關於是航空 來看一下 運輸股 然後運輸股 這都經常講的 這三黨漲停板都用陸運 陸運 那航空 航空這兩黨股票 長榮還有華航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鄭德 這閃莊 藝航 惠陽 台航 新興 還有玉銘 這些都是 雙方 當然 萬海 萬海 陽明 還有長榮 這三櫃 今天還是有分別 不一樣 因為萬海昨天是跌比較多 今天漲上來又漲回來 漲了4.6% 這期目前排名上現在最 漲勢最整潔 就是在航運類股 那我一直不亂跟大家說 那就是 不是只有我知道而已 你說法人不知道 現在目前為止 那 納斯達克這麼弱 資金接下來的話會怎麼樣 當然會 會殺電子股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電子股 幾乎到成交 成交值比重 都一直往下降 往下降 為什麼 因為 他資金就跑到來運輸 運輸 航運股來了 好 那 航運股現在目前為止還可不可以 那現在 如果要來看 那 當然是一些 貨櫃三雄 那目前為止 已經有漲上來 還是有漲上來 還是有漲上來 有一些 像 散裝 散裝也是最近也漲上來 優漲 那如果要操作的話 就是做一些短線 短線做一些價差 做一些價差 好 那目前為止還是航運股 還是算 還是盤面上重點之一 重點之一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那 今天 來 這支股票 那 電子股 那電子股目前為止 可以說 那 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目前為止 還有在 他的同樣同族群 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還在漲停板 今天還在漲停板 今天還在 還在分盤交易 也漲停板 還在漲停板 他們的同族群的股票 這支股票 我認為這兩股票 最近的話 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 來 這檔股票最近已經整理的差不多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就 要 拉伸 你如果 最近要拉了 要拉了 你趕快 那 趕快跟我一起來布局 來 跟我來布局 趕快 趕快跟我一起來操作這檔股票 先賺一段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美國有散出 設有一點善意 你可以看歐股昨天 其實歐股昨天都很平淡 很平淡 好 那可以來看一下 二五危機 那外資所提的這三樣的情境 都沒有 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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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錯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那 烏克蘭 那 那 有很多人的假說 現在目前為止 就現在是在這邊 這邊就 其實只有這裡 在這個點位而已 這樣子 大概這邊 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在家 現在兩個小的國家 兩個小國 現在目前為止 俄羅斯 他們本來就已經是 宣稱 宣稱獨立 但 現在目前為止 俄羅斯 承認 他們兩個小國 獨立 跟2014年 這個 克里米亞 一樣的招數 又來了 那 他也是自己獨立 就是 烏克蘭自己在內戰 2014年 他們就自己 自己獨立 克里米亞 這個 自己獨立 自己獨立之後 然後 就公投 公投之後 他們就加入 俄羅斯 俄羅斯 就回到俄羅斯 現在 這兩個地方 現在目前為止 也是一樣 同樣的情形 現在我們獨立 接下來就是要公投 公投 又要回到俄羅斯 最大 最大受惠者 都是俄羅斯 現在造成 俄羅斯 這次的 俄烏 俄烏的 一個衝突 這是歷史 歷史的因素 你說 不是三言兩語 就講得清楚 連 他自己就說不清楚 說實在 還是很麻煩 好 可以看到 我把他放大 放大圖 那目前為止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 現在目前為止 那 這兩個地方 還比我們 這兩個地方 這樣 這兩個地方 這樣 比我們台灣還大 比我們台灣還大 好 這兩個 現在目前為止 是要 接下來的話 當然 現在就是 現在在這裡的話 現在就 開始就可能 下階段 下階段 還是可能會 還是有一些紛爭 還是有一些紛爭 還是有很大的紛爭 接下來 這可能還沒那麼快結束 那俄烏的衝突危機 還沒那麼快結束 可能還會有一些 口水戰 我不認為會打起來 但是一些口水戰 可能會 陸陸續續 那 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會 開始 開始 開始沉積 開始 平淡 可能會應該開始平淡 那現在 目前為止就是 他們就是怎樣 就是要 接下來就是公投 公投 回俄羅斯 這 應該就是 這樣子 是最好的 對 對我們 對全世界來說 最好的一個 一個方案 目前為止看到 就是這樣子 沒辦法 那 也造成現在 你可以看到 原油大漲 還有 小麥 還有 天然 天然氣 天然氣 已經漲翻倍了 還有 那 這些糧食 都大漲 造成我們現在 通貨膨脹 也越來越高了 好 那這也是目前為止 這 俄烏的危機 那 誰最有利 誰得到利益 當然俄羅斯也得到 俄羅斯得到最大利益 得到最大利益 那是他們股市崩盤 今年以來崩了 已經跌了有27% 下27% 那如果是我們跌27%的話 大概要跌差不多 有快5000點 差不多要5000點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好 那這期有關於俄羅斯 好 那今天的股票 今天股票前面的話 已經大概已經講得差不多 行情每天都要變 變 過去你看得懂 未來呢 未來呢 我們在看 就是在看未來 不是在看過去 看過去那都 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我們都在看未來 看未來 好 在昨天的關股航庫 買了7億 買7億 那昨天他們其實 他們有點怕了 自己也會怕 如果最多累到381點 他們可能也有收手 也收手了 怕了 好 來 台灣IC產值 今年會衝4.8兆 那 還會有 今年還會有成長 還有17% 這我認為 這個半導體的話 可以多注意 就像 像 像 有些 你如果說 晶圓代工 那不用說了 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的IC設計 還有加什麼 還有加上 矽晶圓 還有 還有一些周邊 還有周邊 周邊 周邊就是一些設備股 設備股 所以 現在 這些的話 我都還有很有機會 今年還有機會 這如果有拉回的話 這類型的股票 有拉回的話 我都會進場 就像今年的聯電 聯電 聯電 我跟大家已經講了很多 待會我們再來 先來看一下 聯電 我也跟你說 有3塊附近的話 你就做個投資 長線投資 長線投資 那我認為 這樣子是可以 採的錢 可以賺得到錢 好 可以賺得到一點價差 賺價差 好 那這個目前 這是IC的產值 IC產值 好 那這些 半導體斷電危機 這 昨天晚 昨天聯電 有特別來說 那當然不會受影響 因為我們說 台灣也有替代的一些廠商 在台灣 在台灣 所以 現在聯電漲了0.8角 大概是1.2%左右 現在聯電去 台積電給你賺兩塊 小跌 好 我們台股不會 那半導體是不會受到影響 那個 金銀代工不會受到影響 好 敵人 這也是半導體 也是半導體 金銀哥 那這是立即行低論 接單到滿到下半年 這有拉回 這附近的話 因為這幾天比較動盪的話 我們已經賣掉 那賣掉的話 我們等到有更好的價位的時候 我們更好的價位 有更好的機會 的話 我們把它接回來 來 這個Type-C Type-C就是預創 預創 好 記憶體 2月18號 美光說要去2到3層 漲2到3層 漲2到3層 那也讓最近的華邦店 還有南亞科 也漲幅有一段 去一段 好 好 來金銀哥 2月16號漲停板 來 2月18 那投訊 繼續買 你可以看一下 投訊已經是很久沒有買 幾個月了 頭三個月都沒買 現在再繼續買 來進場 來 18 21 我們21號 禮拜一 我們把它賣掉 那 價差獲利 17.5 17元 那到今天呢 今天沒有解讀 今天 現在收盤 今天是漲0.5元 今天差不多收盤 152塊 152塊 跟我們賣掉的話 價差還有13元 好 好 這是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把它借回來 我們會把它借回來 好 當然爆發力當然沒有 像我一開始跟大家說 車用電子那檔股票 車用 車用電子那檔股票 好 預創 2月16號漲停 2月18 再大漲 2月21 我們就把獲利了解掉 獲利了解 賺價差 那現在目前為止有拉 今天 今天上漲了2.3元 那今天我們沒有進漲 沒有買 沒有買 那目前為止 我的看法是 還是有點 盤面上 還會受到一些消息面 所影響 那所以我們稍微再等待一下 稍微再等待一下 好 這航運股 航運股持續的 今天還是有上漲 你看有長東行 今天漲2.5元 還要漲 今天突破 今天到148突破 那已經突破盤整區 突破盤整區 今天有突破盤整區 那陽明 陽明是沒有 陽明沒有 今天沒有突破盤整區 今天23號 今天沒有突破盤整區 算起來比較弱 比較弱 那這個低檔地方 我就跟大家說 做布局勢 這些陽明 當然長東也是一樣 我們趕快 好 那系統電 我們認為 這檔股票如果盤勢 比較穩定的時候 他也會有 也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 這是投信 其實投信 他們這種股票 他的鏡子只有7塊錢的股票 他們通常是不會來買 為什麼會來買 他看到未來 他看到未來 那現在目前為止 總共買了 兩千兩千四百張左右 兩千四百張左右 兩千四百張周遊 那我認為 這個還有機會 系統電 再注意 可以注意 好 連電 說到連電 來 來 今天 連電今天漲了0.8元 0.8 上漲1.5% 給他0.8元 那我說做 做個布局勢 布局勢 布局勢 布局 可以做個布局 這個連電 好 這個連電 那目前為止 外資還是賣 賣不停 還是賣不停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持續是賣 有沒有殺下來 殺不下 殺不下來 就是有人在低接 同時有大咖的人在低接 掌握四萬幾張 昨天賣四萬多張 今天可能應該有 今天可能還是賣超 外資還是賣超 應該還是賣超 好 那這起連電 那你可以看到 他幾乎是賣不下去 賣不下去 要注意 隨時都會有很強勁的反彈 這連電 連電 這先預告 強勁的反彈 強勁的反彈 好 那 連電我們之前有超過三趟的 好 那 股票在超過市場裡面 只是不管在一萬八千點 或是在八千點 都一樣的問題 大家面臨的問題 就是在選股 當然我是會用產業來看 然後來做一個選股 來選股 這就是我們所做的 第一我們先看產業 接下來才是 才選股 才選股 那 這些半導體 半導體材料 這單獨拉回來 等到拉回來 再來買 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價格還算是 蠻高的 還蠻高的 好 來 這些股票 大家一開始有跟大家說 大金 即將要噴出 即將要噴出 趕快來 你們能夠等 趕快來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你可以到賴生活圈來這邊來加一 或是留下你的資料來 留下你的資料 或是來電 都可以 趕快這張股票 趕快來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趕快來跟我們來操作 好 好 那掌握產業先機 掌握產業先機 你才有辦法低檔買進 你們交流成為 才有辦法賺到大錢 好 那 那贏價才能幫你成為一家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